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胜利的队伍 其实汤姆的打法都是比较偏快的 轻快的阵容或者说偏碰合的打法可能会比一些笨重的阵容更加适合当前的版本 怎么说呢 就是笨重的阵容其实从S3开始一直就是中国队伍非常爱用的阵容 但你会发现一点 往往就是用这些阵容的队伍他们很难获得比赛的胜利 当年最经典的 中路发条打野皇子上南兰博 对吧 用这种阵容就很难赢 辅助女毯 但你现在来看的话 这样的阵容已经渐渐的被淘汰了下去 对 我觉得就春节赛 春节之后的一些赛事 我觉得特别是一些就老牌的强队吧 就是打完之后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是的 我觉得可能现在需要学习一些比较快的一些打法吧 对 也可以打一些自己的东西嘛 就是现在比赛初期如果你要动手 为什么现在很多队伍就不想去主动进攻呢 你一旦进攻失误 那你接下来给你带来的影响将会是致命的 对啊 后面以前还是VG的教练 这个还是有点渊源的 而且后面是最早来LPL就在VG先执教的 对 他在VG执教两年了吧 对吧 然后随后是辗转了几支队伍吧 感觉现在的VG还真的是可以 这边侯远 最近你发现就是像VG啊 牛逼这些队伍啊 一军突起 我最近状态真的很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打听一些一手的消息啊 对 对 我觉得他们的竞技状态很好 竞技状态真的很好 因为其实他们在年前都是没怎么赢的啊 年前都是很颓势啊 这年后过来 哇 都是连胜 而且他们的连胜是赢得很漂亮的那种 而且赢得都是强队 对 赢得都是强队 就是春节过后啊 我们在春节前的那些强队 现在都比较尖尖了 少吃蛋炒饭 多锻炼 多锻炼 蛋炒饭胖吗 油多 你想你吃米饭 我还挺喜欢吃的 你想你米饭本来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了 然后还有淀粉 对吧 还有淀粉 然后你再放上油一炒 但好吃啊 是好吃啊 而且对吧 像你这种还得加个什么火腿肠之类的 嘿 蛋炒饭 当年有一首歌 最简单也最困难 对吧 蛋要连正饭 饭要粒粒分开 是这么唱的吗 我就随便唱 因为我们要rap上来了 要rap起来了 等会儿这个比赛要开始 开始了开始了 这样完成BP 我们看下W会不会做一些改变 这一把的话 由于VG是在蓝色方 一样是扳掉了女警 然后洛夫兰 就是另外一边扳掉了翠神 这个你看练一手翠神 就可以浪费对手一个班位 对吧 哇 这翠神现在百分百胜率吧 VG 这一把 扳狮子 会扳狮子吗 如果你不扳狮子的话 狮子和青岡影必放要扳狮子的 那这样的话 W只能扳青岡影了 其实我刚才在想 就是VG会不会骚一下 我不扳狮子 然后拿个青岡影 不 我不扳狮子 你去扳 如果你两个都不扳 我拿青岡影 我要拿青岡影 我真的要拿青岡影 然后你拿狮子 我拿卡斯克 对 是不是很完美 感觉可以的 但这里的话VG是有点很稳 不过这边先抢维鲁斯也很赚 先抢维鲁斯 维鲁斯个英雄现在确实厉害 而且WG现在面临一个选择 上一把比赛被针对的 这个瑞兹还拿不拿 直接拿了个蚂蚱 蚂蚱现在克制蚂蚱的辅助全都在 这个又是大树 换神 拿蚂蚱的话就给你一个讯号了 我这盘要开团了 对 对吧 我蚂蚱是可以说开团能力非常强 给你个讯号 我这盘要开团了 蹦舞上路又锁了一个笨中的大树 大树也开团的呀 也是 反正这盘W还是要把团开起来吧 VG这里拿捷拉呀 对吧 蜘蛛加捷拉 蜘蛛加捷拉不错 捷拉的话打那个 打那个蚂蚱也可以的 手比较长其实 主要是 你既然是拿给我一个信号 你要开团了对不对 那我就要拿反手了呀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 因为对面现在也 跟上盘一模一样 对 如果拿捷拉的话真的一模一样 捷拉还原 先拿新德拉 这个BP有点变化了 这个逼得你 W这里可能要拿中单了 我都把新德拉选了 你要是西叶这边再不拿中单的话 那可能下一轮的ban list 就会出现很多中单了 你觉得会出现中单度还是AD的 肯定是拿AD我觉得 中单我再不计 你看蛇女瑞兹 当然了蛇女大 新德拉选不是很厉害 包括发条也在对吧 就是你很难搬掉 我觉得先抢个AD 不过这一手 这个EZ虽然很让人烦 EZ加蚂蚱 先上的话其实也一搬 但是很灵活 对 现在危机面临一个 和上一场比赛 WE一样的难题 我搬不搬AD 还是再搬 你看再搬中单 还是要再搬中单 他没有考虑 我感觉中单很难选 这盘中单的话真的不好选 翻掉了肾 翻掉了一个上路的肉 然后翻掉了一个非常克制 我感觉WE可以扮飞机 这一手 这如果把飞机扮的话 搬掉了卡斯克 我真的觉得WE刚才应该拿捷拉的 不过现在给他留了一个MF 也还可以 现在WE的话 还缺一个中单以及一个打野 打野的话还有雷克赛 盲森跟南枪 盲森 盲森就是胜率比较低最近 是的 最近盲森的胜率很低 但是如果拿盲森的话 可以构成一个很强的中野 但这个中野能不能强过对面啊 对面可是新泽拉加蜘蛛 大家这个中野更强啊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是 维基的上路选什么 下路是选一个纳美 还是要拿反手 捷拉是第一选择 如果说捷拉被拿的话 他拿一个MF 其实反手能力不强 所以要拿一个反手的纳美 但上路拿什么 上路有什么很强的反手英雄吗 卡姆 保护 这个英雄狠克蚂蚱 是的 狠克蚂蚱加大叔这种组合 也不错 拿了一手塔姆 这样的话 维基的节奏就会比较慢了 他们这盘快鞋子的英雄 已经没办了 这样的话可能上单会拿个人 这盘的话 维基感觉 破破打不起来了 有点 有克烈 克烈打大叔不错的 可以打 奥拉夫 啊 奥拉夫 真的吗 奥拉夫的话 倒不是特别怕对方的控制 但是奥拉夫有个问题是 队友能不能跟得上 他这边的阵容是 奥拉夫和塔姆 来保护自己的后排 奥拉夫上去吃技能 塔姆来保护后排的一些遗漏 我觉得这种拿的有点怪 有点怪 因为奥拉夫是往前冲的 但是维鲁斯 冲不进去 维鲁斯不能冲啊 中路还是拿了飞机 我觉得维基这盘的 BP没有上盘好 这盘维基的BP 我觉得真的 他们最后手办 飞机跟EZ这种组合放出来 还是挺厉害 这边我更看好WE一些 对 这边的阵容来说的话 WE这边其实飞机和EZ 是有一定的Poke能力的 而且飞机 大家最近的比赛也看到了 这个英雄在中路的伤害 太爆炸了 而且他带一个虚弱 是让你非常难受的 因为什么 因为辛德拉其他的英雄都不怕 但是打飞机的话 他杀不了飞机 是的 我觉得WE他们最后一轮 应该把飞机办了 哪怕放出瑞兹跟螳螂 我觉得都比飞机好 飞机跟EZ搭配起来 然后再搭上一个前排 感觉WE这盘的阵容 非常的科学 是的 这一盘的话 感觉从阵容上来讲 比较看好WE一样 因为我觉得WE他们最后两选 拿的也不好 一个是蛤蟆 一个是这个奥拉夫 这个蛤蟆加奥拉夫 看效果怎么样吧 看起来好像化学反应 应该是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应该是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但是奥拉夫对于打散对方的阵型 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 不过好像对面不怕自己打散阵型 这是最尴尬的 一个是维鲁斯跟不上奥拉夫的步伐 另外的话 对方是飞机加EZ 你有没有这种 比如说大树进场之后 奥拉夫可以无脑冲对方的后排 你会死得很快 我觉得 你对面又不是那种 就什么女警呀 这种什么劲呀 对吧 这种说 怕奥拉夫 我还觉得可以截 但是EZ跟飞机 我个人感觉不怕奥拉夫 奥拉夫会被秒的 一个是你碰不到对方的后排 另外的话 对方飞机加EZ输出 其实也很高 但是 他的想法可能就是 分归你的后排之后 维鲁斯击杀前排的能力 也很夸张 对不对 这一盘我觉得 VG要赢的话 还是要看中单的了 对 中单辛德拉 如果说能够无解肥的话 把节奏要带起来 其他几个点 我觉得选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没有上盘那么 那么棒嘛 那个阵容 WE的阵容拿得好 WE阵容拿得就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对吧 下路的话 而且EZ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马尔扎哈 到达六级之后 去游走的过程当中 EZ是完全可以单人一路 发育 非常安全的 关键这个是叫 大舅子的EZ 对 大舅子的EZ 这是有名字的 有ID的EZ 第一条土龙 看两边的第二场的比赛 假动作 这盘危机的下路组合的话 其实线上也不好打 他们的线上 由于是一个蛤蟆辅助 主要是蛤蟆 现在的近战辅助 你没看到越来越少了吗 对 近战辅助线上能力太弱 是的 看一下 即时天赋 上路大树带居象 战军热忱 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你看 阿拉夫的话 其实他强 我觉得强在这个中期 中期你对面输出的伤害 没成型的时候 自己依靠战争热忱 加上大招以后 对于对方后排的一个突击 还是很强大的 阿拉夫基本上就是 13级左右那一波 那波他的双板斧 都技能全点满 然后再配合着 一个输出装 一个半肉装 往进冲 所以他还是一个属于 比较中速的阵容 对比较中速的 他们这个阵容是 还是比较中前期的 看大树这个小小的欺骗 对 想骗一下对方 给对方一个迷惑吧 是的 但是VG那边 F6好像是有个示意 这边很聪明啊 就是下路 对吧 我不管 不给你压的机会 反正我推线比你快 你EZ这边推线比较慢 那我就直接出击狂推线 两边其实都差不多 现在 两边的打野动的话 不过这把打野 我觉得到可能会打得 比较的精彩一点 只是说对盲森 对 这盘VG的中野很重要 他们上盘可以 不依靠中野去赢 但是这盘 他们想要赢 一定要 把中野的效果打出来 他们的中野组合 还是很强的 两边的中野组合都很强 像盲森家飞机 属于伤害贼刀 但是飞机这里 有两个控制 W的中野就是没控制 对 这个会比较尴尬 这盘VG的中野效果 一定要打出来 要是打不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记了这盘 是的 然后上路就不用看了 上路阿拉夫打大树 阿拉夫打大树 到底谁强一点 那肯定还是阿拉夫强 阿拉夫都已经 康特来选大树 来康特大树了 那你打不出效果 那就白选了呀 但其实阿拉夫 怎么说呢 阿拉夫要到四级左右的时候吧 大树才可能会真的怕你 其实一级就可以追着你 对了 但是就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而已 是的 阿拉夫主要是不怕 大树的一些控制吧 到六以后才不怕呀 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追死你 这边是四级打三级 扛地不怕 这边应该吃进来 躲一下技能 吐出来的话 感觉还是要被打 这个下路的话 还是要被W压住的 这边兵线 如果你没有形成推线上的兵线优势的话 肯定要被压一波 现在下路的情况也不是很妙啊 拖住 下路只要不死 现在的下路就是 只要不死 等级起来了 一波就捞回来 扛地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扛地现在是觉得自己有一个 等级优势 这一波很漂亮 直接过来 但是被扛 被这个奔吉逮了一个阵着 而且奔吉这一波是回过家的 状态呀 各方面都比较满 这个要被龙喷一下 影响不大 土龙沙还是最高的 关键是 有有有 有点痛啊 土龙沙还是贼高 上路 这里的话 两瓶药已经吃完了 大叔现在要稳一稳 被动打 也压不了太多 打大叔太多 大叔这个英雄 真的是打什么英雄 都不会被压太多的 这个就很麻烦 换神 看我最多的 好像就昨天那个 圣枪多把 用了盘AD凯南 把大叔的补刀 压得非常多 但是那盘还是输了 AD凯南相较于大叔 打团差太多了 线上倒是很强 但你看线上的一些压刀 并不影响 大叔英雄 在团战里的发挥 这是最关键 这是最关键 这盘957还行 买腐败药水 省钱之流 除了下路的话 W这枚小优以外 其他几条路打得差不多 对 这盘对线期应该是要平稳地度过了 看两边打野的到六 或者说中单到六 那一波能不能打起来 看中路来讲的话 两边的中单 包括西野其实也是一名 这个国产中单里 非常强的选择 主要是飞机太难杀了 对 也太难被压了 飞机带一个虚弱 有W有闪现 真的杀不了 中路到六 但现在两边的打野 还是盲僧等级更高一点 这边Wingy只有四级 两边中单都是有六级 不过满状态的情况下 谁都不虚谁 主要是有个虚弱 但是侯爷是带着个净化的 对 这净化带得很好 这边有个视野 是看到康蒂了 康蒂这边是直接选择回家 也是没有浪费太多的精力在上路 这是完全没有压住大树 压不住 太难压到一个英雄 两边中单也是和平发育 河童这边应该是做了一下视野 是的 这个眼睛放得很好 已经看到了对方的辅助跟打野 这个龙的话谁都不敢动 中路现在打的是太平稳了 西野这边看起来要做一个隐魔刀 对方的钟也都是AP伤害 对 这个隐魔刀一做 你打野来都很难去抓死这个飞机了 这个隐魔刀做出来就稳当了 第二个斧头用刺了 太难压了 大树 好的 这样的话两边的中单也是都拿到了第一个篮 在河蟹的争夺上面 可以可以 这就很烦了 给河蟹给续了一下 现在 好 现在来到8分钟 跟给这里的捕倒也是追了上来 不过到目前为止 危机的钟眼还没有什么动作 是的 河蟹这边等级已经是比较高了 哇 这边西野的隐魔刀是做了出来 扛地是率先到6 想来上路搞一波 这两个人的伤害能不能把奥拉夫直接灌死 好像有点难 这边下路打起来 因为后面有一个蜘蛛 破盾给了个大树 但是这个小虫子 小蚂蚱好凶啊 这小蚂蚱太可怕了 四只小虫子 上路拉夫直接开大 伤害QQ歪了 这两个人的伤害完全是吃不掉奥拉夫的 这马尔加哈五级啊 好凶 这边炸药包的飞机 对 飞机解了个炸药包过来 他可能没有看到这边要跃 这里还要杀吗 想跃 这个会不会有点过分啊 有点过分 奥拉夫残血还是挺厉害的 哦 还是杀了 我这两个人扛塔扛的真的 主要是大树的W技能 会让他丢失仇恨 这是太烦的一点了 这个W真的是要了命了 嗯 换身 这个丢失仇恨 真的像很多时候那种康塔 我觉得大树如果把他这个W改了 那这个英雄就废了 就W改了 不丢失仇恨 就他把那个W那个 就是那个空中那个无敌效果取掉都可以 嗯 对吧 对吧 他如果空中或者说会被选中的话 那这个英雄真的就没用了 他强又强的选中不了啊 他这个W逃命啊 杀人 让他丢失仇恨 躲技能 必备 他这个W躲技能太厉害了 躲技能躲伤害 你有没有玩大树的玩过那种 你W的时候对方刚好闪现 然后你空中就飞好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 他这个W我觉得是现在控制里面最变态的 只是一个小技能 而且CD还是贼一块 W好像还是百分比伤害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吧 我没有看那个 你回去仔细看一下 我没有看那个技能说明 虽然他伤害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技能真的很变态 这个技能就强了他的控制效果了 而现在的话上路 刚才发现阿拉夫带的是一个闪现 对 W现在瞎子又开始动了 康杰这环节奏是领先奔迹的 他第一波的干客选择也是成功了 这边绕后的话下路有点难跑 这下路两个人 蛤蟆倒是有闪 没有眼没有眼 但是这个视野步的太糟糕了 这边要踢蛤蟆 这边把蛤蟆起过来 这一下 就没办法了 飞机下路的视野在玩什么 兵线都过了 合了 合到没眼 自己身后的三角草没眼 为什么 有点迷糊感觉 有点迷糊 下路完全没视野 对下路是零视野 蛤蟆虽然有闪现 但是你要被踢回来的话 是绝对跑不掉的 刚才是两个大招 对吧 马尔扎哈的大招 扎哈盲送的大招 这个闪现是标的必要了 现在飞机在前期 没有办法取得像上一盘 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现在 甚至现在还是一个劣势 哇 西野你看 现在仗着一个隐魔刀 过来 哎 哎 你就刮不了手还 痛痛痛痛痛 这一下先打不过 换血的话 有点换不过了都 换不过 你还用大招给人家换的 对 这个土龙 扛地也是很好的 能够控住 这盘扛地节奏好啊 节奏好 主要是上路一波 下路一波 三个人头 全都跟他有关 完全把瞎子的节奏 打出来了 是的 哎 这边河童 这个的话是不要踢了 对 河童现在还是 有不少的血量的 哇 下一条又是一个山脉龙 哎 说实话 现在这个阵容来看 WE初期拿到优势 无限文 真的说 对 就VG 很难打回来 他们的双C位 再加一个大树 前期有这样的优势 我觉得这盘 WE中后期太稳了 而且中期的话 我觉得WE这个阵容 中期很强的 飞机两件套 然后EZ两件套的时候 他们这个阵容 双C的火力太强了 晕到了 只有这个E技能 这个没捆到 这个E技能没捆到 不应该啊 这不 就必须一个进化 但这边 奔技能跑吗 能跑 能跑 感觉 扛地不想 不想放过这个奔技 后面的小蜘蛛 E在那张后 感觉有机会 千里追击 有机会 有机会吗 差一点 小蜘蛛死了一个 赚得五块钱 刚才这个小蜘蛛 也是很壮丽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个斧子 扛地 哎呀 兄弟 你第一波能杀我 第二波还能打动我吗 哦呦 双杀了感觉 这武器没闪现啊 捡一个斧头 这个能不能捡到斧头 这个斧头很关键 扔不到了 哎呀 双杀 龙哥一位二 可以 关键时刻 拯救了V技 这有什么想不开的 跟奥拉夫打 这一波的话 V技真的是关键时刻 但是插手包来了 插手包 不打他追了 看到应该是蜘蛛 这边也有也在 龙哥这一波可以啊 这一波本来V技感觉 这盘都已经有点走远了 但是龙哥站了出来 这一波双杀 直接帮助V技 把亲戚的差距拉回到了 就只有几百块钱 只有一个人头的差距 主要很长士气 长士气 前面13分钟 V技这边是鸦雀无声的 这个时候就有点声音了 但是下路的医学塔要掉了 对 就看这一波起到的作用 有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 哦 这个医学塔掉得太伤了 现在奥拉夫还有一个TP 看上他这个TP 能不能发挥出效果 但是957刚才的几波 游走过后 他现在等级有点低 对 等级有点低 大树其实很依赖等级 这波双杀 直接抬了奥拉夫一手啊 这一手深深的抬了 奥拉夫现在等级 装备全面领先957 不怪 957这边也是到达10级了 这边是换线了啊 换线了 现在危机是想推一些塔 主要是你看单线英雄啊 单线英雄上面这个中单斗11级 哎 闪现给大 侯爷这一波是跑不掉了 哦 反身给一个大招 打出了一个隐谋刀的效果 这种蚂蚂闪现大招 真的没办法 你中路 好稳定 对 中路又不可能那么早做水银 这几乎是必死的 对 所以蚂蚂这个英雄 他有所能力 跟硬控开团真是很稳 哎 自己还能挡一个技能 是最关键的 对 他不像其他辅助那么脆啊 他本身还挺肉的 其实 对 哎 这边看一下 五个人过来推一 奥拉夫不过来 受不了 受不了 他主要是没有 主要是没有中路的希诺拉 对 他们没有中路希诺拉 维鲁斯也没到了 没有什么清兵能力 这样的话 W是连推两个塔 这一把W的节奏 非常像上一把的危机啊 对 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中期确实很强 是的 对面的 危机这边的阵容的话 中野的这个效果 其实也没有打出来 这般就是 危机想要赢的话 其实一个是要依赖 自己的中野 效果能打出来 另外一个的话 要指望对方的 这种飞机啊什么的 没有那么肥 如果飞机过肥的话 奥拉夫冲不进去的 对 飞机这种英雄肥起来 你中期奥拉夫进去就死了 看一下 只要现在补刀吧 奥拉夫现在补刀有点多 奥拉夫还是很肥的 奥拉夫很肥 补刀也多 然后还有两个人头进杖 这个时候 危机想要止住颓势的话 就必须快速的反推防御塔 他现在能够反推防御塔 是最重要的 哇 这边EZ的伤害很高啊 三项已经有了 15分钟三项加一个女神类 这EZ等一会儿 可能会很强 上路感觉要抱一波团 大树没有TP 奥拉夫有TP 哇 奔吉这边血量不是很满 是的 关键是什么 奥拉夫他毕竟是个奥拉夫啊 他也不是剑机青钢引 对不对 你说现在是个青钢引剑机 如果说很肥很肥的话 危机真的可以赢一手上单 后期无敌单单 是的 但是奥拉夫的话 后期单单能力是 没有什么无敌单单 对 要被对面放着风中跑 奥拉夫他现在马上到达人身巅峰 他要走下坡路的 所以就不存在那种后期能carry的那种局面 人过中年了嘛 奥拉夫现在马上就要 他现在马上要承养到轻壮年 正值壮年了 现在正值壮年了 十三级两件套的阿拉夫是最凶的 后面的话就没有实质性的提升了 是的 后面的一些装备啊 等级都是浮影 所以现在VG的话 VG领先3000的 不是 WG领先3000的经济啊 这经济领先已经很多了 17分钟 现在WE就需要把这种节奏继续保持下去 是的 继续的让这个马尔加哈去利用大招来带节奏 需要再推点塔 现在这个上塔的话还一时半会推不掉 而VG的话 现在首要目的也是要推塔 他们塔这一盘的话还没有开张 玲珑临塔 阿拉夫当然也推不掉 但是阿拉夫在动了 什么意思 阿拉夫把兵线推进去以后绕了一圈 想找有机会吗 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上路有一个眼位好像 这边段的话还行 有个罩子 但是背招想开这一波 但是大树已经传了过来 能不能杀掉快跑 TP谁先下来 应该是大树先下来 阿拉夫下来怎么办 阿拉夫这一波也不怕 飞机过来的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辛德拉来了 这一波看看辛德拉有没有好的位置 并没有 这一波往后撤了 这一波要等飞机 要等飞机 但这一波等飞机要反打吗 W这里 我觉得不要反打吧 W要稳一点 对 跟不上 太远了 这一波反打也没什么意义 这样的话两边是瞬间五人聚集到了上路 没有打起来 捆到没什么意义 这一波的话 如果飞机能跟这个大树一起到的话 W是可以打的 是的 但是辛德拉先是先走 先到一步 但阿拉夫现在还有大招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 W应该要撤了 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刚才那种局面 回到中路视线 我觉得阿拉夫可以不过了 因为刚才那个局面 大树下来是宝队友的 而且刚才蛤蟆已经吃下了蜘蛛 往后走了 这个时候如果阿拉夫把下路的防御塔带掉 我觉得是更赚的 这个就 因为我们是上帝模式 对 因为选手的话肯定对方上单踢了 我也要踢 要不然要背锅的 也有道理 上单GP了 你这边必须得踢 但现在的重点就是在于 危机的地图资源太少 这里要打断一下了 扫你一下 很坏 龙哥很烦 这边还有两个视野 要不然就不回了吧 继续持线 这是玩那种帽子戏法 你猜哪个草里没有我的眼 对吧 下一条土龙的话已经刷好了 这一波的话 危机要不要尝试去打一打 可以开 正面可以打一波 我觉得他们拖下去的话是胜算不大的 是的 倒不如现在趁着奥拉夫跟这个辛德拉装备还可以 跟那方拼一下 看一下这一波奥拉夫回来能做出什么 最多一个战锤 它黑切应该是合成不了的 那这一波赶紧往小龙处赶吧 奥拉夫还要回上啊 这一波小龙如果再被W拿下来的话 那这一盘危机就基本上黑了 对 这边我们看危机还是 好 这里阿拉夫还是往上路走 这条小龙就完全没想法吗 要让了吗 那这个让的有点 那有点很果断吧 有点果断 有点果断 而且他们不是让 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没这个想法 真是白 眼也没有 对吧 也没有做任何 就是你让别人拿这条龙 拿得太轻松了 这个是白给的 就什么都没有付出 然后你也没有退掉 对方的塔也没有拿到任何的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 土龙其实对于打架来说 没什么帮助 他可能是在 就危机可能是另外一个想法 奥拉夫现在没有黑切 中单没有法穿 对吧 打野蜘蛛没有那个面具 他觉得自己的装备 都属于那种青黄不接的阶段 对 而且维鲁斯这边要出什么 感觉他要出一个 这个智慧默认 是吧 他这盘出智慧默认吗 不应该呀 他应该出那个 还是出颶风 预风加水银石带 这两个东西好像能合成一个智慧默认 我还以为他要出一个智慧默认 因为这盘有蚂蚱 他得做个水银石带 那这样的话 还是预风 然后那个小斗黄的话 是做一个水银 现在赶紧推塔才是王道啊 维基的塔推得太慢了 不过下路这个塔应该是有了 但是阿拉夫不敢推了 不敢推了 现在维基打得有点 我觉得阿拉夫刚才可以推 但是地团确实一个人都没了 主要是现在他下路没视野 对 下路如果单待的话 在对方野区必须得有视野 他现在不知道对方的人在哪 上路也推不掉 W一直是死死的手中 自己在防御他 但是对于维基来说 好消息就是 对吧 我虽然说没有追回我的经济差距 但是我也没让经济差距变大呀 对吧 现在经济的差距 没有变大 反而是缩小了几百块 看下斯诺拉这波回家 应该是有法川账了 法川小面具 上南阿拉夫 在这波现在带完了以后 应该也是有了黑切 那可能是维基 输死一波的一波了 现在维基推不了塔很烦 这推不了塔的话 感觉视野也步不出去 现在视野的话 只能在河道处步 你这个推不了塔 欧拉夫也带不了线 说白了 是的吧 你要把塔推了 然后把视野步了 然后才能带线 好 欧拉夫回家 该出的双倍赶紧出 希特拉也回家 黑切 然后希特拉补法川 这一波 这边好像侯爷是打算 法川以后再补个啥 他现在钱应该有挺多的 1700 我们经济看一下 现在的话 最肥的还是 一边是龙 一边是西叶 对 西叶这里有 八千三的 西叶跟大舅子都比较肥 双C肥 这个就是W的阵容 最想看到的一点 对 我双C位装备 只要能跟得上你奥拉夫 就不怕你 对吧 你不要说奥拉夫 比我双C位白白多一个防具 那这样的话 双C位是比较怕奥拉夫的 对 只要我装备 能咬住你的前排 那你这盘的前排 效果就体现不出来 这里上塔的话 是没有防守了 但是被绕后了 但是被绕后了 我们看下奥拉夫 几位有传送 这一波 不敢推了 不敢推了 哇 这波就差一下 还是推掉了 对 能拿一点 试一点吧 对 感觉VG还想在这边 埋伏一下 哇 大约直接一脸了 现在这一波的话 W打得很强势 还好有个蛤蟆 这波蚂蚱也不敢闪现大 害怕这个一胸 还是比较克制蚂蚱的 嗯 是的 那种压制的效果 好像都还挺克的 这把蚂蚱还挺肥的 哇 但是这个反推 WE做得太漂亮了吧 哇 这样的话 WE把对方的三个一塔 是全部破掉 不过侯爷这盘 是个新的他继续在中路推 这边要来中路开一下 来中路配合 赶紧推 现在只能是 哇 蜘蛛还是那边 打断一下飞机 这波的话 奥迪就得还不错 中路有了 哎 又不敢推 也不敢推了 推得太慢了 主要一个新的他 一个了半天也不掉 上路的防御塔 是被冰推掉的 现在赶紧追塔吧 赶紧追塔 现在维基想跟对方 做一些互换 哎 这边奥拉夫 直接是顶着塔来看 这一步我见过 又是这种情况 是个爆炸果实 这一步的话有了 真的是 好 很漂亮 这一步打得太快了 两条土龙再加上自己的高爆发阵容 直接把大龙给Rush掉了 虽然说是掉了一座防御塔 但是依然是W一大转 这一波爽歪歪 我觉得维基真的对于小龙这一点 做的太差了 你觉得呢 主要还是维基这一盘没视野 感觉两盘的话 维基的视野方面 也是做的不太好 这一盘的话 又是因为推塔推太少 然后没有视野 你没有视野的话 大龙小龙这种东西很容易丢的 是的 但是他们好像完全没有预警 就是你要有预警 他会做提前的视野嘛 对吧 我们都知道拿完土龙之后 尤其两条土龙 将对面这种两ADC的阵容 其实 打龙会非常的快 然后他们就零预警的情况之下 直接让WE偷掉了这条大龙 维基怎么说呢 这样比赛打得很模糊 当然了 上一场比赛我觉得危机就有点暴露了这个问题 对吧 对于小龙的不重视 在视野方面 做的没有WE好等等 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这一波的话 这个中塔还行 还行能守住 WE并不想这么早的去做进攻 他们还是想再刷一下 反正刷下去的话 WE的阵容容错率也高一些 是的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大舅子的装备 一根水银试带 然后再加上摩切已经成功的变身 现在大舅子马上人生巅峰 现在WE可以跟对方拖后期了 而且WE的话 确实也比较擅长去通过中后期的比赛来 打 击败对方吧 对 但是这场比赛有一个点就是 其实危机的阵容不是说后期稳输 你觉得呢 就是有机会 就是说他们阵容还是容错率不如对方高 对 他们后期虽然说相对于WE的阵容 WE的阵容更好 但是不能说危机的阵容是属于那种没法打的阵容 阵容还是有机会 从阵容的后期的战力来讲的话 我觉得危机 保守点说应该是四六吧 四六差不多 他们这个阵容后期 主要是辛德拉跟这个奥拉夫 效果 不太好 越到后面越入 辛德拉教奥拉夫是一个中前期的英雄 观看这场比赛的龙给WE很给面子 量土量火 下一条龙还是一条火龙 如果说给WE再拿一条火龙的话 这本身阵容就占短板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要变三七了 现在WE的双C位是无解肥 无解肥 这两兄弟一次没死过 刷刀数的话也比较多 马尔扎哈也肥好吗 201的一个马尔扎哈 对 马尔扎那盘出招还挺稳的 没有做什么输出钢 这波的话要利用大罗巴夫要推塔了 你这边辛德拉只要不来 我随便推 WE好像是没有做任何防守的打算 其实这种想法你说对是不对呢 对吧 就是有时候你也很难说清楚 我也不防守对吧 反正这个有大罗巴夫的情况之下 我二塔在本身就猎势的情况之下 我很难去守下来 还是有点预料不及吧 不如让阿拉夫去带线 然后中路辛德拉去发育 这波想换 957这边应该上高地了 我觉得W这波是不能回的 我必须要上了 把你逼回来再说 直接先一个救赎 逼回来了 难道的话957先吃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能不能蔓延 没有蔓延开 没有定到没有定到 对 957这边血量有点低了 那让罗不敢上了 队友后面也跟不上 W可以撤 因为他们这波的话 一来是推掉了对方两个二塔 二来的话自己的上路的二塔并没有掉 所以这波的逼高塔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哎这里姐妹他们输 但这波的话 运到了两个 奥拉夫过来 看了一个虚弱 西叶这波是不能死的 但是还好自己的输入能力比较强 龙哥这一波很尴尬 闪现给大招 龙哥这时候被打 哦 蛤蟆蛤蟆 还好有蛤蟆 难道的话 VG跟W都是没有人员的阵亡 这一波的话 战略师技能上面 大树只是一个踢踢而已 大树回家以后就踢了过来 补满状态之后 957再次杀到了战场 总的来说 W这波还是可以接受的嘛 对吧 我推了你两个外塔 然后我这边也没有阵亡 这波大龙buff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打出来了 现在VG需要等的装备 还是挺多的 VG 这个刚才那一波团战 你发现 确实发现了 你说的那个问题吧 发生了你说的那个问题 奥拉夫冲上去 他只能逼对方走 没有人跟得上啊 就没用 他冲过去 他不是那种什么 剑击青钢 你能够单秒的 奥拉夫随着比赛的 这个时间的进程 他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是的 对吧 他不是那种具备 后期能够 那种什么EV5啊 或者什么carry 单代的那种 那种英雄 我觉得VG 这个阵容想赢的话 还是要适当的 冲散敌方的阵容 说白了 VG这一盘还是一个 中前期阵容 中前期阵容 他跟上一盘的阵容 其实差不多 但是他们阵容来说的话 没有上一盘选得那么舒服 对 在中期 他们这个阵容的伤害能力 和poke能力 相对于上一盘来说 是差太多了 一个是阵容选得不舒服 另外一个的话 他们效果在前期 也没打出来 对 反而是扛D这一盘 是在前期接管了比赛 是 前期扛D的两波gank吧 直接是帮助队伍 获得了一个3比0的开局 对 然后在3比0开局过后 尤其是下路那一波 是直接导致 医学塔的产生 那WE也一直将优势 保持到了现在 对 所以现在WE只要把 他们的优势稳住 少犯失误 这一盘的话 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 但这一把 我们看到侯爷 基本上和上一把的打法 是如出一辙 但上一把 你毕竟是个发条 这一把毕竟是个辛德拉 辛德拉其实 对于初期一些游走 帮 这加起来的帮助 还是挺重要的 效果没打出来 因为你是首抢的辛德拉 你是在第一轮的BP 第三个选择 是选择辛德拉 对吧 对 这个算是你第一轮 你抢了一个中单 但是效果是 完全没有打出来的 那现在大龙 还有一分钟中刷新 W也是快速的 来到大龙圈 把视野先坐起来 这把辛德拉 确实对于整场比赛来说 他是没有助攻 没有人头 全场唯一的 危机的两个人头 是靠着上单的一个单杀 就这盘危机的中野 就 打野30分钟 0 0 0 你说 就他们这盘想赢的话 其实中野 必须要爆炸carry 才能赢 对 结果他们的中野出息 非常的迷 对于整个危机的局势 是没有出现 没有帮助什么的 小洛 想硬 上面的大龙野区 飞机那个炸药包的那个W 那个伤害其实还挺高的 那是兰博大招吗 对啊 真的是兰博大招 那个伤害真的挺高的 它那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是 比兰博大招稍微差一点点 我觉得反正 你要是在上面 一躺的话 脆皮会死得很快 对 扛不住 那这样我们看 EC马上就 也要出破败了 就这样看来的话 这马上W迎来 他们正面打团 最强的一波 不过VG这一盘 做得比较好的是 他们的经济落后 并没有被拉开 对 他们一直是死死的咬住了 对 就只可惜说 阵容上的翻盘点不多 对 阵容翻盘点上来讲的话 还是挺大的 如果说有一个 翻盘点的阵容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经济差距 完全是可以打的 他们需要神奇的团队 来翻盘的 翻盘点在哪呢 暂时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这边要想开龙 一个睁眼 发现了一个 发现了VG的眼位 但现在火龙又要刷了呀 你真的给W拿到 凉火凉土的话 这个真的是太难翻了 这一波飞机还有炸药包的 先把炸药包耗掉吧 好 这边支出的W伤害 可以啊 支出的W伤害好高啊 好高 这边直接配合了 大面具的灼烧效果 这一波是想开团的 VG这一波团战 如果失利的话 看这边又在拼什么呢 又在拼那个爆炸骨石 想估计重拾 但是这波飞机可不会答应了吧 这波飞机 直接照一下照得出来 但是打得太快了 我打得太快了 龙是谁 能不能来的 截 龙 被蚂蚱给捆了一下 支出第一时间 承接不出来 直接被秒了 这把W伤害说实话 打的是真的 郁闷 郁闷 957 957里面血量有点低 但是没有关系 打不过小圈那里 要被直接在肚子里死掉了 自己的后排输出 这波团战 这波团战输了的话 VG没有任何方案的机会了 没有了 这般人确实从阵容拿出来的时候 就感觉挺难打的 什么 就是 我发现 这本LPL6很难是连续打 BO3的一个好局 你觉不觉 就赢了一场 然后这场比赛 你说这场比赛危机的中野 我觉得这场 而且W做的比较好的是 他们先把蚂蚱给抢了 对 这个你别说这一番蚂蚱 要我给的话 我会把MVP给他 这番这个蚂蚱 几波大招 你说是不是很关键 对 304 对 第一波是杀那个 Easy Home 然后这一波的话 让奔吉 你看奔吉这一波在干嘛 就奔吉过来 没办法 我直接一个大招 就捆到 好难受 他刚才没有翼吗 他应该先翼起来 因为他翼起来 就害怕掉下来的时候 那个龙鸡没了 他想走过去 他可以手动控制下来 他想走过去 他害怕来不及就害怕 这个就是太怕了 直接被大了 好惨 这一把基本上 没什么机会了 这真的是没什么机会了 如果刚才那一波 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这一波如果不赢的话 但是这场比赛 有觉得危机什么 你不觉得这种比赛 打完了 整个士气很低落吗 中野下 三条线 没有助攻 没有人头 还可以 龙哥士气很高涨 龙哥我毕竟一打二 杀两个 对吧 不丢人 不丢人 但这一盘 就上一盘 我们还在说 危机获得比赛的胜利 是MVP很难给 但这一盘的危机 打得犹如一盘散杀一般 就只能说 扛进这边节奏带的好吧 扛进这盘确实 把节奏带起来了 然后让 再加上W线上 提早的把蚂蚱 这个点解放出来 然后让蚂蚱跟EZ去带节奏 对 这个一开始就说了 选EZ配蚂蚱 最好的点数在于 EZ完全可以单人玩 蚂蚱随便带节奏 好 这边又是一波交火 阿拉夫春哥的一波 还是想有机会 阿拉夫冲进人群之中 队友能不能跟上呢 奔给又被踢到了 大叔下来 直接被威鲁斯大招留住 但是当他想绕后 打不动这个大叔 阿拉夫直接死掉了 换神还是顶在了前面 龙哥也是倒地 春哥的龙哥 九五戏里面打完还有半血 没用啊 这个旗也要死啊 这威鲁斯真的 A了大叔有100下 你不是说 威鲁斯打起来很厉害吗 那你要看对方装备的话 你这边经济 比对方差3000块 你怎么打吗 一万的经济领先了 这边又提到了 康尼这把 直接是摸眼 秀掉了奔给的一个闪现 哇 这一波 康尼的操作很细腻 蜘蛛想把康尼 带到自己的精雄堆里面 没有想到康尼 是半空中的一个摸眼 这把康尼也打疯了 康尼要秀起来了 闪现RQ 反身奔给又离也是死掉了 奔给又离也是死掉了 奔给又离也跑不掉 只是一颗小鞋 哇 这把W市齐又完全打了回来 我们恭喜W1也扳回一分 看一下上场比赛的一个数据啊 这个全场比赛 微近零个助攻 只有两个人投 真的很少看到这样的比赛 这一盘是真的是被打得有点烦 二十三零 爆炸爆炸 这有点爆炸 而且你看 总共W1这里十三个人投 却有三十五个助攻的进招 这说明W1这场比赛打的是更加了整体一点 对的 而且袁肃龙非常给面子 良火良苦 这个真的是不给任何翻盘的机会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 我没笑啊 你没笑你刚才吗 我咳嗽啊 你刚才哭 很正常很正常 我咳嗽一下吧 伤害面板这个东西以后我建议就别放了 你放出来就对吧 这种弹幕就开始就刷开了 就是什么1K呀 就几K呀 就很尴尬 这种局面对吧 对于选手来说 感觉挺难受的 哎呀 1K还行吧 但我还是那句话 这场比赛 呃 维基输就输在整体 这场比赛维基不知道在干嘛 你不觉得吗 全场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配合 然后包括奔地这个点 我觉得这场的蜘蛛 全场都不知道在织网 这把维基就在织在整个地道织网 蜘蛛精啊 蜘蛛精本来想织网 结果织网前往为织仇 往唐森对啊 对的 啊这一盘的话我觉得一个是维基他们的BP 就把自己逼在死路上了 他们这个BP一做出来 就感觉如果说中野这一盘不是爆炸carry 就基本上很难赢 对 而且放出来给对方选的阵容太舒服了 什么飞机EZ霸掌 这种 这种给对方放的阵容太舒服了 对吧 而且他们辅助力想的很好 是拿一个这个 他给我来保一下后盘 对 但是 你还不如就拿个MF线上给点压力呢 对不对 他这一盘如果拿MF的话 他可以说线上的推线和维鲁斯的配合会更加的好一点 而且第一轮的选择 我还是没搞懂为什么抢新德拉 就是刚才他们想的是拿一个反手嘛 包括你看WE在第二轮的班里面 第一手就把杰拉给搬掉了 对 因为杰拉对于VG这个阵容其实很重要 他们需要去反手 包括那个Name也可以 我觉得他们BP把自己给BP崩了 就真的是 从BP开始 然后呢要出戏的节奏 这场比赛 没什么好说的 而且扛D这盘的瞎子确实节奏很好 对 这一半MVP的话 我觉得要么就给扛D 要么就给一个蚂蚱 给蚂蚱也可以 蚂蚱节奏也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扛D前期的 包括伊雪 包括后面的几个助攻 也没有WE这么顺利的一个局面 是 包括他的控龙控的很好 控龙控的很好 扛D第一场比赛控龙控的就好 对 W确实是一个擅长控龙的队 对 WG虽然说第一场比赛赢了 他们第一场比赛也没拿到什么龙 对 因为他们第一盘是想推他 对 这一盘的话 WG一个是他们的BP没做好 另外的话 线上一扭的联动也没有打出来 然后导致很快的就输掉了比赛吧 是的 这场比赛输的 就这场比赛甚至可说的点都不多 这个基本上是一面倒的一个比赛 碾压过去了 碾压过去了 就你想想看 中野下四个人 四个英雄 没有助攻没有人头 是什么概念 就这种比赛的rank局里面 可能是一分钟就炸了 对吧 要20的 要20的 就这种太可怕了 就是他们的两个C位加上打野 除了野区资源和线上经济和防疫场之外 没有任何人头和助攻的经济补充 所以就感觉现在的WG的话 他们可以打输很漂亮的比赛 但他们也可以输得很彻底 他们 我觉得稳定性可能还是不够吧 没搞懂 对 就没搞懂 可能是理解太浅 可能我们理解太浅 就只能这么说了 上当奥拉夫 就如果你拿奥拉夫 中期一定要找到节奏去打的 结果没打出来 然后先抢的新德拉效果也没打出来 这这样比赛 就搬屁克上就很奇怪 对吧 不然维鲁斯先抢我觉得是可以的 维鲁斯先抢是可以的 新德拉是什么样的 其实如果拿到维鲁斯的话 他们在后面的两选 可以拿蜘蛛加吉拉 然后在第二轮的BP上面 我就算说我把飞机让给你 但是我这边不能那么早先拿新德拉 如果你那么早拿新德拉的话 对方会有太多的准备的时间 我觉得新德拉这个英雄 现在很少有队伍说是第一轮 或者说很早的位置把他抢下来 对吧 因为这个英雄现在打飞机 首先是有点没办法去 给到了辅助的 对 贝的话也是应该是第一次拿 MVP 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我觉得他在上场之后 表现还不错 他的歌能力 在Rank的时候 我也经常能看到他有不错的发挥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新人吧 对 现在就是看出什么 马尔扎哈 你千万不能拿近战辅助去打 对 近战辅助 你包括下路那一波对拼 好吧 就是真的是 你发现这个人打你一套之后 你的ADC就只能交双招逃命了 对 他那个小蚂蚱 初期的伤害确实太高了 是的 对吧 你不需要什么装备的补足 那这样阵容 反正选着挺奇怪的 不知道下一场比赛危机 或者什么调整吧 下场的BP的话 应该是要决定很大一部分 胜负的因素了 因为前面两盘的话 我觉得胜负出来 就大概有一个感觉了 就哪边的这个BP做得更好一些 可能就会比较好赢 那这边得到消息 WE下一场的优先选择权呢 WE选择了蓝色方 然后VG呢 是做了一个AD上的轮换 看一下 Analis Analis要上了 那看一下下一场比赛吧 反正 好的 前一场比赛各有 一支队伍是表现非常的低迷啊 那现在就看第三场比赛 谁的状态会比较好了 那我们稍微休一下 等会儿回来看双方的第三场比赛